王上 白雕毛的黑狐大厂 白雕毛虽好 又怎急得上白冠赤下的阮羽呢 你继续说 白冠每年秋季 牵制天机国的沼泽地带 至于黑狐 冬日捕捉是绝佳的时机 如果我国行商 以高价购入 利益驱使之下 庄库必会弃农耕而敢狩猎 这样耗他们一个春季 天机的粮食 必会减产 如此以往 用不了两三年 别说天机对我们禁犯了 那么大一支军队要养活 就足以令捡兵头疼了 这事听起来容易 可让你去做 有几张把握 世人无不逐利 这算是正当的财货交易 他们定不会生疑 明面上 我们可以派出特使 前去天机说明情况 必要的时候 许之以利 许利 向何人许利 捡兵吗 天机国师 天机国师 是 他满心都想着 如何打压上将军齐之侃 商贸小事 他怎么会放在心上 只要松口答应与我们行商 那便万事大吉了 此事 你找个可靠的人去办 千万不要让苏翰他们 抓到把柄 微臣明白 微臣会派人先行去网天机 购入少量货物 让他们知道 我天叔的行商 是会花大价钱买东西的 此事就依你所言 若是行事遇到阻碍 千万不要强求 微臣明白 王上 您调理好身子 才最为重要 早些歇息 微臣先行告退了 众爱见 不知王上 还有何事 要主扑微臣 你先到书架后面去 来人 与本王换一盏茶水 你且站住 王上还有何吩咐 昨日你与本王说 仲坑仪与天玄国的人 在哪个酒楼 此事与本王细细说来 前日 小的在王城的宴回楼 看到仲大人 和一个天玄国的人吃饭 他们在酒楼的角落里 好像是在谈论什么要紧的事 小的去看那人结账的金饼 上面有天玄府库的印 众爱君 你出来吧 王上 你可否告诉本王 前日你到底在哪 前日微臣一整天都待在家中 还约了两名刑商 洽谈商事 王上若是不信 可以传那两个刑商来 一问便知 那你告诉本王 是仲爱卿撒谎了 还是仲爱卿 习得了什么妖法 竟能分身两处 王上 小的 的确是见到仲大人了 既然你说我约了天玄的人商谈机密钥匙 何不选一个雅奸呢 再者 能出入那宴灰楼的人 尽是世家大祖子弟 你个内侍 靠着美约那点俸禄 怕是连宴灰楼的门都进不了吧 你去那里 是被谁宴请了吧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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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事到如今你还不与本王说实话 小的死罪 前日 小的被崔大人家的管事 召去宴灰楼问话 小的猪油蒙了心 被崔管事拿住了把柄 崔大人 让我把以后王上和众大人说的话都传给他 王上 小的该死 求王上饶命啊 来人 王上 请听臣一言 此人留着 还有些用处 不如让他多活几日 岂止是死罪 向外臣泄密 把你寡了都不为过 王上 微臣斗胆 替内侍大人求个情 多谢众大人 大人 舅舅小的吧 王上 不如把这个人 交给微臣吧 既然如此 你要保他 那便把他带走吧 谢王上 好了 本王今日有些乏了 退下吧 是